这个问题其实 因为我过去有接触到 就是这个足游的医术 这跟老师您提到的那个道医是一样的吗 足游 足游 所以请老师开始一下 这个足游医术跟您提到的那个道医 有什么不一样吗 足游医术它是足游科是道医中的一个分支 一个分支 道医是整个的医的一个整体 那么在道医这个层面呢 它包括三个大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道 一个是法 一个是术 道法术三个部分 道是什么 就是我们通过医术 毕竟要引导众生以及众生的冤金债主 而去承道 道生之得序之物 这个物行之弃成之 都圆满归道 这是道真正的终究的追求 不是让你做神仙 做神仙呢 神仙有这么几种神仙 一种是人仙 人仙就是人修炼不死 可以长久肉身住世 这叫人仙 那么有的呢可以做地仙 比方说你这个人 急功累得到一个时候通过修炼 他得地的这个能量了之后 他可以做陆地神仙 就是地仙 地仙呢就比方说 他的寿命就长 比方山神 大山的山神 他的寿命都有的是几十亿年了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叫地仙 那么还有天仙 天仙就是我们的这个阿修罗界 和这个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的天神 那么这个叫天神 那么还有这个 我们的鬼死以后可以做神 叫鬼神 比方土地公共 土地公共这种 他就是人死以后被封神 因为他的这个功德厉害 然后封为土地公 封为土地公 这个叫鬼神 鬼神 所以神仙有很多种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神是动物神 我们叫动物仙 那么狐狸啊 蛇啊 甲鱼啊 这些这个 他们都懂得这个采精化器 采日月精华 也可以成神 那么我们称为仙门 仙门它是一个大门 所以是那么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神 连野鸡精都可以成神 所以是那么这个大家要重视 那么这些神呢 刚才说的这些神都有神通 都有神通 为什么在佛法中 大家不要以神通为评判 是否这个人是正法 或者是究竟圆满的道法的依据 就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一个鬼死了都有神通 叫鬼通啊 对吧 鬼死了 你像我这个祭典我的祖先 我老家是中国山东 那我在你们吉隆坡祭祖 或者在新加坡祭祖 我用不用给祖先买飞机票啊 我用不用买订兵馆给他住啊 不用啊 他来了 接受完了 他就回去了 所以是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他这个有这个陆地飞行的这个技术 就是换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没有时空割合 没有时空割合 所以是那大家不要把一个神通 当成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神通是我们修炼的一个副产品 不能因为这个人有神通 能治病 能显示什么神通 哇 他也就了不得 那你这个是没有站在自己是佛的这个层次看问题 所以我们在密程中 第一就要大家一定要坚信 我既是佛 我既是佛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来开始修炼的 那么你既是佛了 那所有的那些小神小通 在你这都是小儿科 孙悟空再厉害 都不过如来佛的一个手掌心 对吧 那你这个就知道 你再大的神通 在佛法里面 这个大海里面 这个近虚空变法在的如来藏里面 他都是小神小通 我们不能追求这个东西 首先是不能追求 那在道法术三种 这个道有道的术 比方说嗡啊哼啪 一弹一个莲花掌 一下去 把他的冤亲这种度了 这就是道法 这是道法 这是你修到道这个层次的法师 坐于无形 你也没看他动作 他看你两眼 说好我帮你了 行了你放心吧 他就帮了 他自己用什么帮 他眼神一去一道电光 然后话语一道一道雷声 到体内 他那个冤亲债主 一听雷电之声一来 吓得一醒 哎呦 然后他一看是你 你的那个灵 跟他一说 你也是佛 你不要再整人了 他一觉醒说 我是佛 好那我渡你走 你去成佛 他啪从肉体上一走 冤亲债主一走 病好了吗 讨债鬼没了吗 都是大道行与无形的 才是高人 我这个上次给一个人调病 是在你们槟城吧 调了以后 他是你们吉隆坡介绍的 一个人介绍的 到槟城找我 调完了 他就给这个 这个介绍人发了个信息 说我好失望啊 我见了张老师 他什么都没做 然后就给我孩子喝了一杯水 然后就什么都没做 我还以为他能帮我孩子 结果是让我好失望啊 然后这个 谁呢 工作人员就 他就发这个介绍人 就把这个信息发给 冤城工作人员了 冤城工作人员拿这个信息给我看 我说我们不求任何回报 那就没做就没做 但是老师做了就做了 你提醒说老师给他给你孩子那杯水 喝的时候 你也没看见老师在做什么 实际上我拿着这个水 再做了一点事情 这就是你说的助游客 给他丢失的魂魄收回来了 但是大道做又无形 又没有敲锣又没有跳 又没有什么这种表演 然后又没去换道袍 然后人家看着就很失落 很失落 就老师原来什么都不会 我去人家那换上道袍又敲锣又打鼓又嘚瑟几下 然后这老师什么都没做 后来我就让那个人提醒他 我说他说才想起来老师给我孩子喝水的时候是在那停了一会儿 我看还滑了点东西进去那个水 他才没有 所以大道做又无形 这就是道法术的道的这个层次 法这个层次就是我给人治病 我没有用药 我也没有用助游 我也没有用这些东西 那我用什么 我在骂那个人 我说你这个人真缺德 你这个八辈子缺德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你想想你当时整人家你怎么回事 说稀里呼噜 莫名其妙把他骂了一顿 但他也说你没给他治病 实际上我们中国有个叫王凤义的 历史上有个王凤义的 他专门给人治病就是骂人 骂着骂着这个病就好了 那这是法 这是给那个冤亲寨主讲法 这冤亲寨主看着你整这个人 整这个人冤亲寨主看着高兴了 终于有人给我出口气了 他正叹气的时候 你啪一道光他出来了 不生气了 不怨恨了 好你走吧 一道光把他送走 这一送走原心寨主走 你的病好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法 这个就治病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又跳又闹的这样的 就给人治病了 下来更低层次就是树 用针灸啊 用药啊 用柱油啊 那么这个树类的就是有三千六百旁门就生出来了 这个有鸡瞳啊 有各种各样的柳抱神啊 有各种各样的 这里面有三千六百旁门啊 包括用附体树 遥控附体树 这都属于树类的 所以说我们道法树三类 最高的是用道指 大道至于无形 啪啪啪 有的时候别人看 一个人来了 我就啪啪啪弹指 这个叫弹指神功 叫一阳指 一弹一朵光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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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弹一弹光 啪啪啪啪啪啪 那不就把他的那个圆禁斋主超渡走了吧 莲花就画了 就把他超渡 超渡走了 哎哎哎 见了老师浑身轻快 为什么浑身轻快 那不就是大道坐于无形啊 这就是道这个层次 法这个层次就是给你唠唠叨叨 有的病人来找我治病 我不给他治病 我给他讲道理 讲因果 讲这个业力 讲业债 讲这个杀生的报应 这就是通过法在治病 他的心一开 不光这个病治好了 别的病也都治好了 说到树类 刚才你讲柱油这些都是真的 柱油的 他是通过这个 包括柱油 包括个腐虏 这些治病化腐 烧腐 喝腐 这些都是治病树 这都是树类的 都好用 但是背后都是驱动鬼在做事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 隐太世界的灵体在做事 有的是请天神 有的是请地上的鬼仙在做事 有的是养无鬼 这个师父他养无鬼 他通过这个无鬼在做 无鬼搬运等等的 所以你们南洋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什么都可以找到案例 什么都可以找到案例 我当时在你们新加坡就有一个道教的一个负责人 很佩服一个牙龙的师父 他那个师父很厉害的 你就去他那儿 他从来不去你家里去 你一到他呢 他就跟你讲 你家里的大门是什么什么样的 他拿笔给你画 然后门的左边放着席柜 还是右边放着席柜 然后屋子里进去摆的什么冰箱放在哪 保险柜放在哪 保险柜里有多少钱 他都知道 这都很准 只有你知道的事 保险柜你不可能跟人家讲吧 都讲得很清楚 他就很稀奇 很稀奇他就介绍我去认识 我说我不要认识 这个人我知道他是通过什么的 他不相信 他说他是通过什么 我说他养了五个鬼 我说他问怎么养 我说他在弥勒殿后面有个小暗房 暗房里面地上放着五个人头骨 然后我都跟他讲得很清楚 他不相信 他没有 他那个大殿金碧辉煌 就是个弥勒佛祖殿 他办事都在弥勒佛祖殿给人办 都很灵的 名气很大 当然这么准还名气不大 然后我就一个 他说你跟我去 好 我跟他去 跟他去 然后他领着家面拜拜 那个人一脸黑气 眉心堂堂的圆圆的一股黑黑的元气 就能看到就黑的 跟脸上颜色不一样 是一滩黑气 所以大家看这些人脸上黑黑乌乌的 他有神通都不是正法 都不是正法 不要去乱稀奇这些东西 所以最后我看完了以后 我到他如来殿也不拜 他还挺有意见的 先后我不拜他的如来 但是我去他的神通就不见了 不好使了 最后我说 我说法师你的后堂我可以看看 他愣一下呢 从来不让人上后堂 后来那不是那个道教的那个负责人吗 他说哎呀你有什么呢 有后堂我还去 我也去看我去看 他也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个负责人 他就领着去看了 领着去看他不忘了 他那个黑屋子进 他就领着去别墅看 你看我这是什么 我就不管直接一推 他那个黑房门就推进去了 我说在这儿 你看 哎呦那妈呀 他这个因为在新加坡 你拿人头骨是犯法的 真的人头骨啊 他不是那个塑料做的 他拿五个人头骨在里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外面看着是如来佛 外面看着是什么佛陀 你知道人家后面是干什么的 他用无鬼给你办事 可不可以 可以呀 他也帮着你呀 你病也好了 你钱也多了 你要个号码也很准啊 但是接下来你干什么 力和反奏用力啊 他帮着你了 你赚了钱了 你的阳气要给人家 你要短售啊 你要短售啊 他拿你的阳气啊 拿你的精气神啊 精气神少了 你不就少寿命呢 你们愿意这个样子吗 我不愿意 你也不愿意他告诉你 他不告诉你 告诉你你就不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所有的 这个好用那个好用 都是树类的东西 再好类的东西 即便是正法的树 也不要去耽搁在树里面 说是风水树啊 地理树啊 这个八字论命树啊 这些树类 我们都是拿来做工具引导众生 引渡它回归的 不是在树上去给他讲 明天你要出车祸 哎呦真出了 他拿着水果来谢你了 你真倒霉 他说你出车祸 你出了你谢他干什么 说他很准啊 你不看你明天也要撞车 你要说找一个大师说看到明天要撞车说不撞了啊 不撞你又不信呐 说那个胡说八道呢 我本来就不撞了 他到他呢 他说我不撞了 没有了 那要十个风水 十个命理师都说你明天撞 来了一个这个师父说你不撞了 那你就醒了 因为他给你画了 他通过他的密法把那个要等着在那讨债的鬼提前弄过来了 开导开导送他走了 他不怨恨你了 没人在那等着讨债了 你就不撞车了 都是眼睛看不到的隐态世界在作用 你不要以为都是偶然这么回事 都没有偶然 都有必然性在里面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些在树类的东西 你像刚才柱油啊画幅这些我都会 但是我们都很少用 那是在你的修道不到位 你要帮人的时候 师父为了能够在未来你能够传到有很多信众 因为你已经帮的这些人都可以做你的信众 作为一个招收信众的一个基础 当你的道还没成形的时候 但道成了以后这些都不用了 这些都不用了 都没有再去一定要用这些树类的 或者是停留在树类 这个就没有进步了 就很可惜了 很多人乐于树 永远一辈子在玩这个树 而没有上升到法的层次 也没有上升到道的层次 这一辈子耽搁了 又在六道中轮回 出了一世的名 拿了很多红包 那死了是张卜生死了 名字都是张卜生的 跟你的灵有什么关系 你死了你钱都是张卜生的 那跟你下一辈子的灵又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的 所以这些都是梦幻泡影 不要去追求 那这一辈子一定追求 弃身成佛就这么一个目标 我所有的事情 一天所做的事情 都为这个目标去奋斗 这才是究竟之道